健康无分年纪 健康不论贫富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精灵一点 健康未注射 Hello,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港台电视31与香港电台第一台 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 精灵一点 今天4月10号星期三的时间 有叶韵怡和江卓怡在这里 Hello,Sonia 你好,Pivian 今天我们要笑得刹冷一点 衣起牙牙 因为我们在头一个小时 有香港牙医学会的系列 今次讲一下牙齿检查和修补 我记得Sonia小时候 学校小学的时候 有一天我记得叫同学 带着你平时刷牙的牙齿 就上学 一班同学很开心地去做牙科检查 我觉得这个心情是相当愉快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情愉快去见牙医的经历呢 我就没有了 因为小时候在那个学童保健那里 我通常都会觉得很害怕 还有如果有蛛牙又要补牙 我抹大口 躺在那张牙医的床里 其实都不知道它是怎样补牙的 今天对了 有牙医上来 我可以逐一和她问一下 究竟是怎样检查和怎样补牙 是的 如果当时黄医生早点入行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会害怕了 他这么有事 两点到三点的时候 有眼科医学院的系列 回到一台直播室的时候 会和大家讲一下 青光眼这个问题 我发觉这个问题 很多时真的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要和大家温故资深 因为很多朋友忽视了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很多时都会觉得不要紧 远一点先或者小小不舒服 但是若果情况严重下去 引致青光眼的时候就很大问题了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是年纪大了才会有青光眼 但其实如果一眼高的话 可能40岁打后都要经常查 所以我们对了 先温定书 不要等遲些 有时才来担心 是的 大家一会都要听一下 这一台那边的直播 我们现在就关注一下自己的牙齿健康 看着我们的嘉宾朋友已经坐在这里了 有香港牙医学会 女牙医委员会的 副主席王子瑜医生 哈啰 王医生 你好 哈啰 菲比安 哈啰 桑莉 你们好 王医生 刚才韩尔说到 小时候又记得这一段牙科保健的经历 拿着牙刷去 我记得医生就说 不要带你擦牙 而且不用擦很久的 正确方法去擦牙的时候才会令牙齿干净 其实我想问一下 我们是多少岁开始需要做这个牙科保健检查 我记得小时候 妈妈应该没有特别带我们去见牙医 其实如果在牙医的建议下 其实我们希望小朋友在生第一只BB牙 第一只乳齿的时候 爹地妈妈就带他们去看牙科医生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当一只牙齿生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有机会 会有些甜品或者有些细菌 可以侵蚀到它 令到它容易蛀芽 如果要确保牙齿没有蛀 一定要行常清洁 另外就是控制小朋友吃东西 吃多少甜东西 带他们去牙科医生做检查 就可以看看 首先就是小朋友生牙的进度 是不是生齐了牙齿 牙齿生的速度 是不是都跟他同龄的学童 差不多 另外就是看看小朋友清洁 那里能不能做到的 牙齿擦得干净 他们平日饮食会不会吃很多甜东西 吃得很频繁 培养了这个习惯 小朋友接受到每一年去见牙科医生 去做那个检查 和了解多一点自己的牙齿 和他的清洁 对他们将来的牙齿护理都是好的 不过我们小时候可能在刚出牙的时候都没有去看牙医 只靠那个学童牙科的保健 如果黄医生你在临床上看 是不是除了很小 因为爸爸妈妈就一定逼他们去看牙 和加上学童保健 有没有一段时间到大了之后 就完全忽视了牙科的健康呢 在我的观察里面 因为我们政府有牙科福利 令到我们在学的儿童 在小学的时候有牙科保健的服务 不过去到中学的时候 很多学生其实都不受这个学童牙科保健的保障 所以他们忽略了要定时定后见牙科医生 做检查这个需要 最重要的是其实在中学的时候 他们差不多换了 换了做大人牙的时候 很多时候读书、温书、牙齿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 有时又漏了叉牙一两次 去到大学的时候 我自己都在院校里留意到 特别多大学生跟我说 他说他对上一次看牙 其实已经是小学牙科保健了 我都知道 口腔情况都可能都要注意一下 睁大口看到 哇 真的多很多株牙 我问回他们 因为他们一直都不清楚 一年其实一定要见牙这一次 那我们都不想牙齿出现了问题才做补救 那我们进入牙科诊所里面 未见到医生之前当然登记一下 其实进入去的时候 我听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怕见牙医 就有人跟他说 或者他会听到那些嘀嘀声 那些水喉喷窗的声 就会有点害怕有点紧张 不如让王医生又跟我们说一下 整个的牙齿检查的过程 其实是要涉及到什么工具 和怎样做法呢 那我们一般牙科检查 其实我们首先会做一个History Taking 即是我们问一下他的口腔病历、历史 他们身体有没有什么长期病患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会问他 你为什么会来看牙医 你是想来做恒常清洁洗牙 或是你自己留意到牙齿 可能有些问题有不舒服 想牙科医生去看一看 之后我们就会问一下他们 对上一次看牙医是什么时候 有些人就答一年一次 有些人就说好几年了 我们都会问一下 他会不会有恒常洗牙的习惯 那些各样 另外我们都要知道 他们平日清洁的习惯 有没有用牙线、牙縫刷 有没有用朗口水 会不会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 硬的东西 这些都会影响到牙齿的状态 他选耗得多快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问问他们的身体病历 有很多老人家 不同的人士 他们都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病患 需要定期去见西医 又或者长期服食一些药物 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治疗计划 比如我们手术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 会不会特别多流血 会不会有些药物敏感 的治理能力都會差一點 可能要人們輔助幫忙清潔牙齒 工具方面 我覺得牙醫跟上門很專業的裝修師傅一樣 她也好像有些鎖鑼、螺絲批等等 一系列的工具會用什麼來協助做牙齒檢查 剛才我們說了 我們會問病人的口腔、病歷等等 去到口腔裡面的情況 我們也會有不同的工具 留意到我們會有些鏡頭、不同的探針 我們就逐樣說 我們一般在開始檢查牙齒裡面的情況之前 我們會首先檢查病人整體上的臉部、頸、嘴唇等情況 因為有些牙齒的病患 譬如滋味齒發炎 其實那個菌是可以走到臉頰的位置 令到我們的臉腫、瞎口、呼吸困難都可能 所以我們也要檢查一下 口腔以外的位置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變化 有時可能真的撞傷、撞傷、弄傷了嘴唇 可能也要牙科醫生幫忙消毒傷口或逢針 我們檢查完口腔以外的位置 我們就開始看口腔裡面的情況 我們都會分為軟組織和硬組織 軟組織就是我們想像到 舌頭、面珠燈、上下顎、口底的位置 平時我們見得多的是會不會有些飛脂 又或者比較重要的那些惡性的變化 例如口腔癌那些 我們都會在我們行上的牙科檢查 都會看到的 如果我們看完軟組織 又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我們就看口腔裡面的硬組織的牙齒 口腔裡面的牙齒 一般最容易看到的牙患就是蛛牙 又或者有些牙周病 又或者可能裂了損耗那些各樣 牙齒我們有尖尖的探針 我們去尖尖的牙齒 看看會不會有明顯的柱孔 又或者明顯的裂紋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補粉 其實看到牙齒陷入了在牙齒裡面 但其實已經鬆開了 開始滲漏、漏涙 這些我們都會告訴病人 這個是牙齒的檢查 牙齒周邊 其實都有我們的牙周組織 我們的牙肉、牙骨 我們會有另一款探針 就可以去堪探牙齒和牙肉中間的 那個臘隙有多深 會看到我們所說的牙周袋有多深 如果留意到牙周袋特別深的時候 其實代表病人有機會有牙周病的問題 經過這些口腔牙齒、牙肉的檢查 我們可以大概告訴他們 你的鑄牙風險高不高 你的牙周病的風險高不高 有什麼要特別留意 有沒有及後的治療我們需要做 我先把口腔抹掉了 已經很久了 剛才也有提過我的探針 看到那些圖片 其實探針是一個轉角位 像斑馬一樣的黑色線 但是如果比較嚴重一些 可以插得很深的話 其實是否連牙齒都不是很穩陣 沒錯 我們如果留意到 那個牙齒周邊的牙周袋 是多過3mm的時候 去到4mm、5mm、有時10mm都有 其實代表什麼呢 牙齒周邊的牙肉已經分離了 它沒有再黏住牙齒 造成一個小袋 藏了很多細菌、牙菌膜、牙石 當我們沒有牙肉 和底部的牙骨支撐牙齒的時候 牙齒失去了周邊的支撐 令牙吃東西可能都會覺得沒那麼好力 又或者真的嚴重的時候可能會鬆 再嚴重一些可能會自己甩出來 那什麼情況下需要用到X光去協助 看看牙肌可能結構的狀況如何 牙科醫生其實都很想建議病人 去拍X光的 原因是我們的牙齒 在口康檢查裡面 我們多數都只會看到那個牙頭的位置 就是牙關 但是牙腳、牙根 就是插在牙骨的位置的地方 其實是被牙肉覆蓋著 所以無論病人還是牙科醫生 其實都無法透過肉眼可以看到牙腳、牙骨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要透過一些X光 X光可以看到一些硬組織 會不會有特別的變化、病變 有沒有一些骨流失了、有牙周病的情況 在一些特別的情況 X光可能病人需要做矯齒 又或者要做智慧齒手術、中牙那些 X光都幫到我們去做些量位的各樣 當我們拍了一張X光出來 除了牙科醫生可以做一個比較好的診斷 之外其實病人都有機會可以看到 牙齒他們自己整體上的狀況 更加了解自己的口腔狀況 因為現在都很清晰 有些全口的X光 他自己都看到數到幾個柱牙 可能要勤力些拆牙 但其實什麼時候才拍一隻 或者什麼時候要拍全口的X光 全口X光是否需要我們逐年去覆診的時候 都要拍一張 一般如果做基本檢查 我們都會建議拍全口X光 為什麼呢 全口X光其實是可以看所有有的牙齒 甚至是一些藏在牙骨沒有生的牙齒 那些智慧牙那些各樣 也都可以看到周邊的組織 譬如我們的鼻鬥 我們的三叉神經線管道 那些各樣 我們可以看到口腔整體上的狀況 我們大致上了解了病人 他平日牙齒護理怎樣 有沒有一些很明顯的牙齒 那我們再可以跟他們聊一下 每一隻牙齒細節上怎樣去處理 那有些小一點的X光片 就只是局部拍一隻兩隻的牙齒 那為什麼我們都要拍那些呢 因為那些細的X光片其實拍得清晰一些 幫助我們去看看 譬如有時的柱牙有多深 貼不貼近神經線 又或者幫助我們做一些比較微細的治療 譬如刀牙根那些 我們有時都要拍一些細的X光片 才會真的看得清楚 那如果左右兩邊都要有刀牙根的牙齒的話 那就獨立地幫他們拍兩張獨照 是嗎 沒錯 因為我們刀牙根其實 我們都要清潔了牙齒的管道 清潔到盡頭 我們才可以留得住牙齒 我們在做刀牙根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幫牙齒 拍好幾張照片 因為我們要知道 它原先是怎樣的 細菌走到多深 我們做清潔的時候 我們又落不落到盡頭 我們做了整個刀牙根的療程的時候 看看我們的豐田又是不是理想 是 明白 所以看的東西都可以很仔細和很全面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再談 還要談談一個很關注的牙周病 繼續回來葉韻儀和江卓儀主持的精靈一點 有香港牙科醫學會的系列 今集我們要談談牙齒的檢查和修補 請來香港牙醫學會 女牙醫委員會的副主席 黃子瑜醫生 黃醫生 你好 你們好 剛才說了怎樣去做這個檢查 涉及到用甚麼工具 何時需要全排牙齒一起關顧 這個我們叫做甚麼 360度去照的X光 或者獨立照的X光 都想說一下 剛才也提及到 很多一些病人 牙齒的健康不太好的時候 都會出現了牙周病 這個是不是在不同年齡層的朋友裡 都會見到的問題出現 牙周病其實都很普遍的 都會影響到很多人 牙周病我們就是講 牙齒周邊的根基 牙骨 牙肉 收縮 令牙齒叫牙腳外露 敏感 又或者移位 鬆動 這些情況其實多數 我們在老人家裡見得多 不過在年輕的人 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的人 我們有時都會見到 受不同的原因 因素影響 很多時都是基因 以及我們的清潔 看看我們平時行常的清潔 可不可以清除牙菌膜 細菌 令到我們的身體的免疫力 可以承受到細菌的侵襲 令牙骨 牙肉不會發炎 不會流失 但很多時可能那個病人都會跟醫生說 不是 我每天都有擦兩次牙 那你會否真的好像小時候 看看他擦牙的時候 或者用牙扇的情形是怎樣 令到他會有牙周病 都有需要的 因為牙周病主要的原因就是 可能是身體基因有些影響 但是自己的清潔都是很重要 平時我們都聽很多病人說 我一天都有擦觸兩次牙 但是其實牙齒清潔的方法 是否真的沿著牙肉邊 每隻牙齒細心去清潔 清潔的時間夠不夠久 他們有沒有清潔牙和牙中間的牙縫位 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有時都會聽到 他們雖然很勤力擦牙 但是那個方法錯了 我們在口腔裏面見 其實牙菌膜的積聚都很多 衛生都微如理想 所以其實都要跟牙科醫生去談一談 因為每一個人的牙齒排列都不一樣 有些人就多些疏勒 但有些人就迫一些 有些人本身已經有牙周病 牙腳露了出來 清潔的時候又要多加留意 所以牙科醫生在檢查的時候 其實會制定一個適合病人的治療方案 教他們怎樣去擦牙 怎樣用一些擦牙的工具 去清潔牙齒、牙縫 令到他們沒有那麼容易受牙周病的影響 又或者令到牙周病可以穩定下來 黃醫生若果真的出現牙周病的時候 病人會看見牙腳露得多了 還是覺得有痛還是出血呢 我們平時見得多是 病人留意到自己的牙齒 可能敏感、鬆動 又或者牙腳露出來 去見牙科醫生 其實當我們見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已經察覺到病徵的時候 其實牙齒的牙周病情況都很嚴重 牙周病或者蛛牙都是一樣的 其實他們在初期的時候不容易察覺 我們最多都可能留意到牙蠔 有時刷牙的時候出血 但是又不知道會不會是牙蠔發炎 或是真的有牙周炎、牙周病的情況 所以如果真的多度留意到牙齒 有動動的時候才看牙科醫生的話 很多時候牙科醫生可以做的治療計劃 可以做到的治療去救回留著牙齒的選項都不多 真的有機會跟牙齒說 牙齒留不住了要剝這樣的情況 因為剛才看到兩幅圖片 那個牙周病其實都很不同 可能初期牙肉還要貼近牙齒 但後期可能鬆掉 隨時牙齒看起來好像想脫掉 我想問一下 如果在初期來說 有沒有機會牙周病可以逆轉 看完牙醫做完治療 可否變成沒事 牙周病其實分為牙銀炎和牙周炎 牙銀炎其實都可以叫做初期牙周病 是怎樣的呢 就是牙齒周邊圍著細菌 牙菌膜 牙菌膜其實會跟口水裡面的礦物質 那些去開化變成牙石 牙石就會再圍著牙齒生長 令到我們更加容易藏污蠟臼 藏一些細菌在那裡 令到我們的牙肉 表層有些發炎 紅腫流血 這些情況我們會稱之為牙銀炎 不過當我們的牙銀炎拖得久沒有處理 沒有見牙科醫生去做洗牙的時候 其實牙銀炎是可以惡化成牙周炎的 那牙周炎就是在說發炎太久了 牙肉、牙骨都開始有收縮的情況 那牙骨流失了 牙齒就失去了根基 就容易一些再加力下去就會鬆動 那儲存了那些菌在那個牙周周圍 那個牙周袋的時候 那是容易一些有些濃瘡、含濃 又或者那個病人就會開始覺得 那些牙齒因為牙腳沒有骨頭再包住了 最冷熱的東西特別敏感 吃下去的時候都沒有那麼好力 會開始鬆動 但是如果出現了這個狀況 通常當然要看那個嚴重程度 但是是不是都是先和牙洗了牙 看看會不會有所改善 如果嚴重的話 可能同一時間要配合一些藥物 當我們去醫牙周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首先都是要了解病人自己的清潔 因為病人每天會清潔兩次牙齒 我們頂籠都是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見他一次 中間那段時間他們都要一直護理著 確保他們的牙菌膜不會殘留在牙和牙中間 令到那個發炎一直持續 如果不是我們單靠我們自己的洗牙 是不會處理到那個牙周病的情況 我們一般處理牙周病就是了解他們的清潔 然後就幫他們做個洗牙清潔 有需要的時候我們都會在牙齒周邊 沖一些消炎的藥水 又或者是嚴重的情況 我們都會建議病人去吃一些藥 口服藥 控制牙周病的細菌感染 明白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一些 醫治牙牙 四萬這樣對著人笑 但有些人就說 例如吸煙人士 他們特別容易患上牙周病 但他們自己又很難察覺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解釋的 其實吸煙人士 是會多數的容易一些 有牙周病的情況 是因為吸煙的時候 其實是會影響到我們牙周 都可以承受到細菌的抵抗力 令到我們的血液循環都沒有那麼好 容易一些有些細菌入侵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修復 所以我們就更加會留意到 牙周病通常都多數影響那些吸煙人士 雖然沒有吸煙的人士都會有牙周病 在吸煙人士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留意到他有牙周病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他們 去考慮真的會不會吃少兩支煙 以及一樣要在清潔上 都要自己注意一下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有牙周病的病人 他可不可以做矯齒的手術 有牙周病的病人 有時他們都會留意到 牙齒走了位 有些鬆的情況 他們都會說可不可以 勾牙去令牙齒回到原本的位置 勾牙其實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我們會有些工具施加一些力 在牙齒、牙骨上 令牙齒吸收 之後再生出來 這個過程我們就可以令牙齒動 排好、排齊 不過當你有牙周病的時候 即是代表牙骨發炎的根基已經不好 如果我們在外面再施加一些力 其實是很有機會令牙齒更加鬆 所以有牙周病的病人 他們不是不可以勾牙 不過他們一定要做完牙周病治療 讓牙科醫生留意到 牙周病情況已經穩定了 我們才可以開始菇牙療程 所以真的要清潔乾淨一點 因為有牙周病也挺麻煩 但除了有牙周病之外 其實另一樣東西 就是有時候我們聽到 豬牙或蝶崩牙都要補牙 其實補牙的原理是怎樣的 補牙其實是想修復牙齒缺失了的部分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們都需要補牙 多數就是可能是豬牙 但有時候就是會弄傷了 有一塊崩了出來 又或者是牙齒日積月累的耗損 擦蝕了這樣 我們都會去補牙齒 補牙其實我們就是想修復 沒有了那一塊 恢復食物的功能 又或者是外觀上的需要 覆蓋了的位置都會去防止那些細菌 再次入侵牙齒 令到我們的神經線覺得鼻痛 又或者是壞死的那些情況 我知道補牙的時候 我記得小時候就填一些銀色的粉 但近年好像比較少用了這些銀色的粉 但也有說法就是銀色的粉 補下去的時候 如果你是大牙的位置 經常要咀嚼的話 就好像用那些物料也好些 這個說法是怎樣的呢 是的 補牙我們現在一般都會有三款不同的補牙物料 它們各有長處 最傳統那種就是銀粉的物料 即是銀銀黑黑那一款 其實它是比較適合用在大牙上 因為大牙用來咀嚼 其實真的每一日用都會有很多力 放在牙齒上 銀粉怎樣都算是最堅固的 另一款補牙物料就是白色的 貼近牙色我們叫做複合樹脂 複合樹脂它的黏性和白色的顏色 令到現在多些人去選擇使用複合樹脂去補牙 因為它可以應付戴牙的需要 它雖然沒有銀粉那麼硬 但是都足夠給我們咀嚼用 另外就是複合樹脂 好看些 所以我們都可以補門牙 有時補了都不覺得 最後一隻就是 一隻叫做玻璃梨子的補牙物料 玻璃梨子的補牙物料 它有一個優勝之處 它會釋放一些枯素、枯化物 枯化物就是我們牙膏裏面的枯素 其實是幫助我們防止蛀牙 所以有時幫助小朋友補牙的時候 我們都會多些用玻璃梨子的補牙物料 但我這樣想 我又想堅固 但又想它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兩隻混合可以嗎 混合在一起 有時我們都會有些特別的技術 去應付 有時釋放枯素 又想它堅硬 我們有時都會兩層補牙 這些都是我們會應用的方法 但是兩種 譬如剛才我們說有些銀粉 但始終它是堅固 但有時有些人拍照 就不想看到 但為什麼仍然都會有用 其實是否每一個的物料 都有它優劣之處 是的 白色的補牙物料 牙色的補牙物料 其實如果它要留得住 不會說很快脫出來的話 其實我們要一個很乾的環境 它才會黏得緊 但口腔很多 口腔很多 但是有些位置 口腔裡面其實比較多口水 譬如下面的大牙 近利邊 近口水線的位置 有時我們都很難去控制 那個口水的情況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 真是留意到口水很多 那個補粉 如果補複合樹脂 或者補玻璃梨子 都擔心它會很快很容易脫出來的話 銀粉其實會比較容易和牙齒 扣實在那個位置 沒有那麼容易受口水的干擾 令到它很容易脫出來的情況 明白 我想問一下 黃醫生剛才已經提過 我們一般來說 都應該每一年都去做這個牙齒檢查 但譬如 如果有些人接受過頭頸的電療 那些 那牙齒的狀況可能會更加差 口腔沒什麼口水 這些情況會不會加密一點去見牙醫 是的 當一些病人 如果他們頭頸接受過電療 又或者他們長期服飾一些藥物 令到他們的口水分泌比較差的時候 是會容易有蛀牙的情況 因為蛀牙 他們有時有口水分泌的時候 我們有我們的礦物質 也可以控制到口腔裡面的酸鹼值 令到牙齒沒有那麼容易蛀牙 但是如果少了口水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留意到這些病人 是特別容易有蛀牙的情況 所以這些個案的話 我們多數都會建議 病人多一點點 禮物點見牙科醫生 說的是三至六個月 我們見到它的時候 我們除了檢查一下 有沒有新的蛀牙之外 我們都是看看他們的口腔清潔護理 有沒有些地方是清潔得未如理想 還有我們都會在牙科醫生的診所裡 有一些高濃度的窟素 可以塗在牙齒裡 抑制一下那些蛀牙菌的生長 是 所以聽到這裡 我發覺大家不要想著 只是早晚好像例行公事 擠牙膏在口腔裡拆完就算了 其實每個年度都需要做一個行常檢查 當然如果有特別的情況 更加可能要做多一點 是 還有牙周邊 都要用牙線清潔得很好 不然就會有牙周餅 今天感謝黃子瑜醫生 帶了這麼多資訊給我們 謝謝 謝謝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 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 視像重溫 請繼續收聽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